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法牵出合肺料的兰语 拒绝呼啰合肺灾民 反对官方片面决定 我们这一边一直感受到的是拖延 不完备 甚至一再的延期 一再的改期 更离谱的事情是我们刚才 刚才才透过媒体得知 有可能我们政府委员 陈政委员会换成别的职务 现在经济部觉得 推动提防的选址 非常的困难 尤其是这个公投的部分 所以他现在竟然想要 把提防的选址条例修改 缩小成乡镇公投 从权限的公投 缩小成乡镇公投 简单来说就是 经济部觉得有困难 他要让他变得更简单 而变得更简单是什么意思 变得更简单 势必就会让过程变得更粗糙 更多的民众的权益受损 所以我们绝对反对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第二个议案是之前我们跟嘉义化院长会面的时候 他有表示愿意考虑核废签 栏语核废签出跟第一阶的最终选址 能够脱钩并且进一步的评估 但目前评估到哪里 我们是完全不得知 希望他今天做一个说明 第三个议案是 干事储存的设置 对北海岸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但是民众都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刚才有提到过 提防条例有一个公投的程序 来确保一定程度的民众的意见可以表达 但是北海岸的居民完全没有这种机会 这种权利来表达他要不要核废料留下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会提到的三个议案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个会议 后面的结果会又是一个呼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一样秉持在上回所坚持的 也就是在4月3号院长允诺 我们达物居民的要来恢复原住民 我们达物的签场委员会 让整个南云的核废料签出是有计划性的 签移不需要时间表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台湾政府 台电经济部能够立即的签出 已经不是他在这边呼隆我们设定 多久以前大概会搬离 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做相关的检证 这些时间都不用定了 我们就是唯一的要求就是立即签出 他无法签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资产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调回的 所以以至于我们在这次的会议里头还是非常强调 那必须要跟第一棒设限就是选址条例 要做到他的计划 用过人家帮忙做大学庭纯庭 就要跟民国144年 才要千里啦 你要想说的人 大家也死了之后 跟会这样的主意 又四十几年后 多一个地理 说这是你 说给死人来付借的吗 我们拜访人民啊 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也要有一个金盘 也要有一个转量 不可以说动作跟会条一样 目前呢 八月要实行的这个合一场的干事储存 叫做热测试 也就是说有辐射线的这个东西 已经要放进去测试了 这个动作一旦做下去 就不可逆了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阻止的 那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一旦干事储存的这个设备在北海岸开始运作 意味着这个东西就不会走了 从蓝宇的前车之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政府或者是说台电公司 没有诚意要认真的去思考最终处置的一个方法 他只是找个地方就摆在那里 一摆就变成永久的处置 而这个程序 有没有来问北海岸的民众 没有 低阶的部分还有一个低放的选址条例 他有一定的程序 政府需要完成 他才能够做这个动作 但是更严重 更危险 放射性更高 要数万年才能够变安全的 这个高阶核废料 也就是用过核燃料 他摆到北海岸 竟然完全不用问北海岸的居民 政府就片面的做决定 这个东西要一直摆在那里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如果现在有一个地方 他还没有核废料 我要摆过去 政府还演演戏 演演戏来问你的意见 但是当这个核废料 在核电厂里面产生出来了 反正你核电厂就在那边了 核废料就摆在那里了 我核废料要摆在北海岸 根本不用你问你们这些人民 这个是今天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而我们就是要问政府 你凭什么做这个决定 现在行政院经济部的做法 关于核废料 他现在说 蓝宇的签出必须永久性场子 选了之后 才能够把蓝宇签出 高届核废料也是 说先暂时在 储存在核电厂 等到永久性场子 选出来之后 才能够签出来 这个是一种 把责任全部推给 候选场子 全部推给我们这些 核废料所在受害地的 民众的一种 做法 今天好像北海岸 核一核二核三场 核废料没有办法签出 是因为台东南田 没有接受核废料进来 好像因为来雨的 没有办法签出 是因为台东南田 没有办法接受核废料进来 所以变成好像是台东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今天开这个记者会 所要提出来凸显这个问题 以及所要抗议的 只有在用 蓝宇签偿委员会的方式 才能够真正回到 达物族人的主体 而是在蓝宇里面 来召开会议 讨论如何签出来 而不是要蓝宇的人 以及要我们台东的人 远到 从那么远的地方 来到天龙国 来到这个协商平台协商 完全没有 他们完全看不到蓝宇人的声音 也完全感受不到蓝宇人 在那边 因为有核废料的受害 所以我们反对 以这样的协商平台来讨论 蓝宇核废料签出的问题 4月3号的时候 我们曾经提出 就是反对在南田设置 核废永久场子 其实我行政院长江仪化 他指示说 是不是看可以用什么方式来 让加强沟通或者是公投的通过 所以接下来经济部回应 他们就是因为台东县政府跟金门县政府不愿意办地方公投 所以他们现在准备把公投收回去由经济部办理 同时在选址条例打算要修改成是乡镇市公投里面的民意占50%以上 然后或者是用部落会议的方式 南田住在南田大概只有200人 差不多四五十户而已 所以这个部落会议如果真要召开 他在地方上是非常好操控的 包括乡镇市公投 谁去投票什么完全 因为地方没有资源 地方很多的生存 只能靠这些行政系统 所以其实在中国时报的报道里面 有非常清楚的表示说 他就是为了现在要让 要让南田赶快通过 所以打算用这种方式 假如他这个逻辑放在对待北海岸 对待乃宇跟对待核四公投全部都这样 那我们赞成 可是今天不是 所以今天他们改变游戏规则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打算用假民意跟用操弄的方式 要把核废料送到南田去 因此我们强烈反对 从今天我们协商的种种困难 以及种种死结可以看出来 核废无解是一个铁针针的事实 但是到今天 包含现在立法院正要处理的核四的议案里头 政府都不愿意承认 不愿意面对核废料的处置 是一个无解的困境 的这个事实 我们看到了核废无解的这个困境 我们不得不告诉政府 你一定要把核能停下来 否则后面你难以处理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再喊一次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